上一集我們講到更年期的女性要面對生理和心理的變化的一些問題 失眠也是一個很常見的困擾 林醫生 我們可以怎樣幫助這些女性呢 通常這類女性第一步都是去見他們的家庭醫生 家庭醫生通常會跟他們討論有關補充女性荷爾蒙的方案 如果在焦慮或者抑鬱症的病徵持續的話 就應該轉介給精神科醫生繼續處理 治療的方案包括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等等 藥物治療通常就是我們講一生一代的抗抑鬱藥物 很多女士都很擔心藥物的副作用 其實這些藥物會有什麼副作用呢 這是常問的問題 新一代抗抑鬱藥物 例如是血清素的補充劑 其實比傳統藥物已經在副作用方面大為減少 當然在不同的情況下有些病人都會遇到不同的副作用 最常見的包括腸胃不適和疲痛等等 不過我想大家可能記得在這個年齡的時候 很多時女性在更年期的時候都會有十年的情況 眼份這個副作用反而會幫到有些病人 以前很多女士是選擇啞癮的 在更年期這段時間 但現在醫學進步 治療的方法也很多 其實我們已經不需要再選擇癮了 對 不需要再啞癮了 其實如果抑鬱症的處理 處理得不好的話它會經常翻發 醫學上我們叫做慢性嚴重或微細創傷的理論 久而久之會令到老實胞受損 嚴重的甚至會導致年老的時候 出現老人癡症的風險增加 我記得以前曾經有個病人 他受了更年期情緒的困擾 他家人和先生當然首當其衝 非常不開心 後來他接受了女性行業補充的治療 以及一個新的抗疫屈藥的治療之後 病情就大幅度好轉 他和家人都更開心 林醫生 我有個想法不知對不對 既然更年期是人生的別經階段 其實會不會都是提醒我們 想一想我們的人生的一個契機 看看我們一些慣常的做法 需不需要改變過一個更加輕鬆自在的人生呢 蔡醫生 你說得很好 其實我們的腦就像我們書櫃一樣 其實書櫃我們都定時定後都要清理一下 否則將書花樣亂放 下次你想找一本你想要的書就有困難了 在我們人生之中 時少遇到不同的壓力困擾和焦慮 如果有這些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應該找精神和醫生定期幫我們整理一下書櫃 我們腦裡有很多東西要收拾嗎 林醫生 有很多東西要收拾 譬如我們平時是人際關係 夫妻關係 子女關係 例如升學 學業 是不是去外國讀書 甚至是生活轉變 例如移民 退休等等 都會帶來我們不少困擾和壓力 這方面如果我們不是找精神科醫生處理定期處理的話 很可能會影響到我們 會增加了我們譬如瘀酒或病態賭博的風險